第二声门响是从敖修奇的身上传出 破开了光盾之后的禁礼 超乎了敖修奇的想象 那无形的禁礼强悍到恐怖 只向敖修奇胸膛塌陷 一大口鲜血夹杂着粉碎的内脏喷出 亮枪中身形直接失去重心 在地面上拉出了一道长长的沟壑 一脸惊恐地看着仙魔老祖 抱歉 这是我所有的灵牌 还请上山笑纳 敖修奇刚刚稳住身形 便是拿出了自己身上所有的灵牌 足足四十枚蓝色灵牌 可见敖修奇实力摆在这里 获得的灵牌 也是目前萧嫣遇到过的这些人里 拥有最多蓝色灵牌者 刚才是这个条件 但现在 若仅仅只是灵牌可还不够 仙魔分身的声音低沉许多 不过说话的语气 倒是依旧和本尊一个模子 这已经是我所有 敖修奇也是眼神颤厉地说道 仙魔分身冷漠的目光 注视着敖修奇 显然这东圣界多次遇到 虽然没有给硝烟造成什么麻烦 不过多少也是让硝烟有些心生不爽 硝烟没有直接将他们抹杀 已经是仁慈之举了 敖修奇一咬牙 他知晓 今日想要活命 恐怕不拿出点东西来 估计是走不了了 灵牌我提去没有了 唯一有些价值的 只剩下这柄骨葬风玉了 我给你 你就放我等离开可好 骨葬风玉 什么风玉 硝烟问道 想必进入天门时 你应该知晓 这片沙发天之中 是蕴含着不朽残骸的 据我所知 这不朽残骸 就在这骨葬当中 而这骨葬 并非所有人都能进入 必须持有骨葬风玉 才有资格进入 敖修奇缓缓地说道 说完 眼中也是闪过一抹精芒 骨葬何在 硝烟继续问道 骨葬应该在核心地带 这也是从一个 被我斩杀之人口中得知 风玉也是如此 至于骨葬在核心地带的何处 我也不知了 敖修奇苦笑道 仙魔分身伸出手掌 敖修奇见状 便是将风玉扔给了硝烟 查看一番风玉 不像是在骗他 上神 我等可以离去了吗 敖修奇顿了顿 苦涩道 既然如此 那便饶你们三命 加上他们俩 已经饶你们三次了 你应该知晓 杀法天可没有多大 若是风玉是假 我会找到你们的 在玉时 也没有饶命可淹了 仙魔分身缓缓道 目光冰冷地看了一眼 敖修奇 后者急忙抱拳拱手 急速后退 带着东圣界的一众 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了秘境 萧颜看着 从敖修奇手中夺来的风玉 也是仔细端详了半天 不过 敖修奇拿出风玉的时候 病患的眼色 却逃不过萧颜的眼睛 为何放过他们 万一他们还有帮手的话 反倒是会成为肉中刺 累积有些不解 因为方才敖修奇挑衅了他 但萧颜并未将其击杀 放心吧 此人应该还有隐藏 若是不出所料 一定会再遇到他们 届时 我便不会再放过他们 留他们一命 应该还会有所作用 萧颜缓缓地说道 本想直接将其击杀 但萧颜还是留守了 因为这杀伐天 还有许多未知 萧颜更是没有想到 在他身上 竟然得到了骨葬风玉 虽然不知真假 不过也是得到了不朽遗骸的一些线索 至于真假 之后一探便知 当然 对于挑衅雷基 倒是未曾放在心上 萧颜言明之后 雷基也是点头默许 萧颜做的任何决断 雷基基本都不会反驳 除非他认为极为危险 一般情况下 他都乖乖地在萧颜一侧 与此同时 本钻早已盘坐了下来 至于那灵数上的几十枚百元灵果 已被萧颜全部摘下 数量不多不少 正好三十枚 萧颜之前吞服过百元灵果 一枚大概能提升二十万左右的元气底蕴 这样的提升 是放在外界几乎极端稀有的存在 但是在沙发天之中 百元灵果的数量显然不少 有机缘有实力 都可能获得 即提升元气底蕴的速度 是何等恐怖 仅仅只是这百元灵果 便是让萧颜明白 为何沙发天如此凶险 还有无数人心持神网 若非有仙魔分身的存在 恐怕以萧颜本尊的实力 才能体验沙发天真正的凶险所在 然而 仙魔分身直接让萧颜 在沙发天之中的难度大大降低 至少在第一重沙发天之中 动用仙魔分身的情况下 基本没有敌手 六百万的元气底蕴 萧颜冷撕 看着这三十枚百元灵果 也是不由地感叹 眼中更是露出精芒 如今萧颜的元气底蕴 不过只有两百七十万 还只是五星斗神后期 然而 五星斗神巅峰 需要最少三百五十万的元气底蕴 而这三十枚百元灵果 则是可以让萧颜 突破到五星斗神巅峰 甚至还能突破到六星斗神 进入这沙发天之中 萧颜更是愿发地觉得 本尊的实力真的太弱小了 就算之前 以本尊的实力 依旧战胜过七星斗神 但是还是依靠 实觉妖颜更多一些 但两千万的元气底蕴 乃是如今他所能承受的极限 即便实觉妖颜能够提升 更多的元气底蕴 若是萧颜的实力 始终在原地踏步 最多也只能承受两千万 仅仅是在这外围 便是遇到了七星斗神终极 不难想象 在这沙发天之中 必定还有更强的强者 不可能一直依赖 仙魔分身的力量 若是如此 就算拥有着足够多的百元灵果 本尊一味地吸收 所提升出来的元气底蕴 也难以稳固根基 必须亲自战斗历 才是此行的目的所在 因此 本尊实力的提升 才是关键所在 萧颜没有犹豫 盘坐了下来 但萧颜依旧拿出了两枚 分给了武镇 这令武镇依旧倍感惊喜 顿时间 武镇看萧颜的眼神 再度出现了变化 从一开始的畏惧 逐渐变得敬畏 现在更是多了一抹感激 这等造化之物 萧颜还愿意分享给他 在斗神联盟那种尔虞我诈 处处机关算尽的关系之中 武镇从未感受到过 所谓的认可 强者可以藐视一切 放在萧颜这里 似乎并不存在这个规则 武镇握着两枚百元灵果 仿佛这一瞬 他感觉自己 已经被萧颜认可 成为了同伴 虽然他帮不上什么忙 但萧颜也并未嫌弃于他